這個2017楊蒨時演唱會 真是太精采了 他現在越來越純熟了 我跟你講,打不下來了 又不要白費力了 他要不要... 不是 你心情好像不是很好 沒有 王建復剛剛 我代表其他三位參賽者說 我們還是有機會的 什麼 他給我的感覺 分數高低低的話 其實他享受這種表演 不是 所以我希望我今天如果來說二分 他今天91.8就好了 不是 競爭是好事 對 不過這段我今天下午 就看他練了很多遍 你覺得最難在哪裡 我覺得最難是那個剪刀腳 這個 你會嗎 你再跳一次 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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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太一樣 好啦 你那是蟑螂腳 我只是瞑想 我是瞑想 他是正規的 對不起,丁曉雯老師,請 蒨時,我真的覺得 你應該直接拿一張票就直達 就是我們過關的關主 真的 看到自己的作品 可以背這樣子的演出 很感動 真的很感動 蒨時今天其實重點有抓住 就是你的節奏 這個很重要 這個歌的情緒 就是節奏是你有抓到 但是這個情緒 我們仔細去聽原唱林一蓮 它很重要就是 它裡面有一個很揮霍自己 好像要把自己放出去 放縱出去的一種野性的性感 然後還有到最後副歌的部分 它其實還有一點點像 無奈的恳求的語氣 如果今天我們在一種 這種R&B的舞曲的快歌裡面 還可以把唱功 細彪到有這種語氣的話 楊蒨時 你就不用擔心王建復了 你也不用擔心那一張黃色的符 你那個那隻牌子 什麼都變說成符了 對 好 我覺得今天讓我真的很感動 我真的眼淚差點掉下來 好,一個作者坐在這邊 聽你這樣子演出我的歌 我非常感激 加油 謝謝老師 周治平老師,請 其實我在想 任何一個能夠把林一蓮的歌 唱到好聽的 都已經算是一流高手了 何況還要這樣大動作的舞蹈動作 在我眼裡面 感覺好像我在看一個 巨星養成計畫那樣的感覺 就是你一步一步的已經 把所有的招式都已經練到極致了 看起來非常過癮 繼續加油 謝謝 謝謝老師 陳英傑老師 其實我覺得 現在年輕人在舞台上 都必備的就是 能歌善舞 也能唱也能跳 但是最重要也是要歌曲 而且這首歌又要唱又要跳 當然你是要年輕 你可以 你如果說我六十多歲 我連動就不動了 對不對 但是呢 因為現在的藝人 坦白講 滿辛苦的 又有必約這個條件 所以你今天這樣唱跟跳 感覺上 事情都很棒 而且你也能唱 尤其這個 你明白我明白 那個 那個這個 其實你副歌又唱亮了一點 你明白我明白 你給我的愛不是愛 你明白我明白 你給我的愛不是愛 你明白我明白 這句 坦白說 紅也是紅這一句嘛 曉雯老師坦白講 你這一句 這個詞是不是 你明白我明白 你給我的愛不是愛 對 那當然是 譬如我不會唱 我也是國以歌曲底的 怎麼這樣子 以前的老歌 每一首歌都離不開我的 當然是現在的那種 RNB人唱唱唱 周杰倫我就沒辦法 大家加油好不好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建復 來,我們看看今天蒨時 能不能過關 評審請給分 每個精采表現 獲得評審老師 讚不絕口的蒨時 今天的分數是幾分 70、80、90 91、92、93 小數點繼續跑 5 6 恭喜得到93.6分 成功未免7關 美金獎金18萬元 謝謝 加油 互相砥礪 在蒨時的票箱 我們要抽出一位 幸運的觀眾朋友 得獎的是 恭喜你得到獎金3千元 再次要謝謝所有我們選手 這麼盡心盡力把節目做得這麼好 是 讓觀眾朋友可以聽到這麼好聽的歌 對 同時謝謝現場的觀眾朋友 也辛苦你們 謝謝 今天陪伴我們的錄影 謝謝辛苦的No.1評審團 謝謝 謝謝評審老師 謝謝 你是先入生命伴奏的 空洋大樂隊 謝謝老師們 謝謝 謝謝 更感謝請求華人對節目的支持 不要每個禮拜中的晚上 8點鎖住民視 收看 台灣那麼旺 台灣那麼旺 謝謝 下週見 拜拜 好嗎 好嗎